提腕直男熱身賽 新北中興特攻對上高雄全家海參 特攻這邊是真低熱身來著 除了西商還沒痊癒的林偉翰之外 先前出征亞運的阿巴西 夏萱還有曾文鼎 本場比賽都高掛面戰牌 但衛冕軍實力依舊不容小區 特攻開局就打出流暢攻勢 譚傑龍 黃紅漢加上克里斯 漂亮的小組配合展現絕佳默契 加上跟我一樣又帥又會打球的飛克 特攻第一節打完就取得二十八比二十 的領先 來到第二節特攻手感有些下滑 除了李佩成跟魏家豪在外線有分數 進帳之外 只能仰奈菲克克里斯 還有傑卡三位洋將搶分 不過海成狀況是更加低迷 總計上半場fail goal只有四成出頭 三分球更是十七頭三中命中率 只有百分之十七點六 也讓特攻半場打完保持四十七比三十九的領先 而且來到下半場他們的命中率還是不太理想 只是沒想到特攻更殘啊 來到第三節完全fresh不起來 單節十九頭五中 命中率 連三成都不到 好險還有克里斯在槍響前 來計壓哨三分球 他全場攻下十八分外帶十籃板 幫助特攻三節打完 還是以六十一比五十六佔得上風 決勝捷特攻重整旗鼓 在黃鴻翰連續攻擊籃筐得手下 又將領先擴大到雙位數 卻沒想到接下來就是海生發威的時刻 於換崖這季三分球只是個開端 海生接下來是狂轟一波十六比二的攻勢 直接逆轉超車 當中呂威廷表現相當強嚴 全場十六分當中有十分勢在決勝捷所攻下 加上主控布瑞克曼總計十九分 七籃板七助攻的穩定全能發揮 特攻這裡雖然還有飛克十七分 十五籃板七助攻試圖強勢回應 但關鍵時刻團隊進攻當機是追分無力 最終海生靠著第四節三十一比十九的猛烈反撲 最後就以八十七比八十搶下逆轉身 YQ台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